有很多session 有包包的 还有艺术品的 画的 Lady Dior的一个包 然后它是透明的 然后中间放了一个鳄鱼的头骨 我觉得特别生气 看了全世界的艺术家 非常好的一些艺术作品 我看了第一个Lady Dior的包包 就是我们中国艺术家 有建华老师的一个作品 比赛的用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产品的元素 金色 有中国的文化在里面 突破我自己的一些想象 有一个是 其实全是矿石包裹的 那一个包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要作为一个时装品牌 可以合这么多的当代艺术 结合得这么棒 就是大为震撼 有一个产厅 用各种各样的材质 做出来的包 还有一个初联络的材质 我建案的作品 它把Dior这个历史 特别有名的方形 就是Lady Dior 和现代的高科技结合了 可以和这个包互动 特别好玩 场馆本身的光影和黑白的布局 以及气味都给我非常大的感受 比较我眼前一亮 进去的时候都很神秘 因为它整理的氛围是一个暗色调 那些艺术品每一个都是重不同的 有几坎包 我是在之前有拍摄过的 觉得值得拥有吧 我对张环老师的作品 印象非常深刻 展现老师的个人特色 那种保护度 带给你的视觉上的冲击 是非常强烈的 摄影展的时候 我觉得好年轻啊 有很多新的想法跟视觉 给我有很多的启发的 体会一下 打开你的脑洞 我们去探索全新的世界